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南通人春夏之交的石仙之道 春雨精春清古天 夏满芒夏蜀香莲 中国人虔诚地观察天象 用24个极具诗意的名字定义了一年365天 我们顺着时间的方向耕种生产 时节赋予我们生活的智慧 对饮吃饭 味道调查团从清明启程 跨越春夏向端午出发 一年中最生机勃勃的那些时刻 看中国人的餐桌如何顺时而变 品好味到时节 在春夏交替的时节 我们来到了江苏省南通市 因为此时是品鲜的最佳时期 这里东靠黄海 南临长江 被江海环绕 一年四季的餐桌都有鲜味轮流直斑 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 江鲜海鲜天天有鲜 江鱼海鱼 攀餐有鱼 为了证实这种傲娇的说法 我决定在春夏交替时节展开调查 赶在清明前后 我遇到了长江珍宝 刀鱼 刀鱼拿了以后 能竖起来 可一条刀鱼为何要滴够16滴血 才能开始烹饪 它的血的滴的多少 和它的鱼的新鲜度有关 要掌握立体几何 才能费劲勾出来的大竹铲 当地人为何专挑笔子吃 你看 所以像这个也是可以吃的是吧 对 做我的一个特色 这种闻所未闻的吃法 究竟会如何刷新 我对称子的认识 听到声音了吗 声音就知道了 咚咚咚的声音 对 赶在鲸鱼期之前 我幸运地进入鲁四渔场 你好大哥 今天多买鱼 今天鱼还挺多的 我头一次见这么大的大鱼 让人眼花缭乱的海鱼 怎样吃才能最鲜 就从头到尾就这一根 是吧 我突然脑子又蹦出来一个词 叫鱼蝎子 鱼蝎子 入夏之后 又是哪种爆款美食 在休余期中成为鲜味主打 味道调查团 带您一起闯贪图入海洋 寻找什么是南通人 春夏之交的时仙之道 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 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 味道 我现在呢 是在江苏省的南通市 这里临江靠海 当地人自称 他们一年四季 都有吃不尽的水中仙 所以我就选择 在春夏交替的时节 展开调查 看看到底能吃到什么仙 一种被当地人 视为珍宝的仙味 已经现身了 想要吃到它呢 先要找到南通第一刀 这南通第一刀 难道是一位掌握 神秘刀法的高手吗 如果在其他地方 这种推测 也许是行得通的 但来到南通 这座以先闻名的城市 刀法就变成了刀鱼 所以南通第一刀 就是指当地的刀鱼大王 顾俊 渔民出身 和刀鱼打了二十年交道 对鲸鱼吃鲜的老涛来说 刀鱼是鲜美的代名词 品尝这种食材 就要与时间赛跑 清明前的刀鱼 被奉为极品 随着时间推移 刀鱼骨会一天天变硬 肉质也会一天天老去 为了掌握刀鱼鱼群 游进长江的信息 顾大哥看卫星云图 观潮溪之变 老道的经验 让他成为南通刀鱼市场的 情雨表 江湖人称南通第一刀 这个餐厅就跟个花园似的 这花你看和刀鱼季节 特别切合 刚好有刀鱼的时候 就是开花的时候 刚好是开的时候 南通人吃刀鱼 要的就是满口的鲜劲 所以顾大哥对刀鱼的挑选 有着十分严格的标准 作为味道调查员 我认为清蒸是对刀鱼最好的诠释 但是在顾大哥手里 掌握着一门神秘的 古法烹刀鱼的秘籍 那里面又会藏着什么门道呢 为什么刀鱼叫刀鱼呢 因为刀鱼拿了以后 能竖起来 48小时泥水以内 这刀鱼的品质都是最好的 只有48小时以内 它是能够竖起来的 48小时之内 说明它是最新鲜的 对不对 你看又亮而且很直 所以叫刀鱼嘛 长江刀鱼的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你看它的眼睛 像两粒黑芝麻一样 而且古语叫什么 尖耸炸鲸鱼 尖耸 对 就是这儿 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进了长江的刀鱼 它从背脊开始 一下子又突然肥厚起来 然后我们还要去看 它的刀鱼鼻子 刀鱼鼻子其实全部是透明的 透明的 但是透明的最里面 是有一点点红 有一点点 然后你看它的腮 腮出来的话是 还有鲜红的 对 哇 还真的是一打开那个红色 特别明显 刀鱼 学名叫做刀鲸 是一种回游鱼类 每年春天就会从大海 一路逆流而上 进入长江繁殖后代 为了交配 它们的身体变得风鱼健硕 不过 面对这么一条体重几约二两半 身长不过二十厘米的刀鱼 悟大哥还会做出什么大文章呢 会直立挂着它 大概能滴出十六滴血来 滴血 对 为什么这么精确到 还是十六滴呢 每次我们都仔细地计算过 它的血的滴的多少 和它的鱼的新鲜度有关 如果是一条新鲜的鱼的话 大概十六到十八滴血 需要花十五十分钟的时间 要这么长时间 所以就挂着让它滴 哇 这个真的太精确了 如此精确严苛的处理方法 得益于顾大哥多年钻研刀鱼烹饪的经验 他告诉我 如果刀鱼体内还有血 蒸熟的鱼肉就会发红发灰 只有血液流进 才会呈现出洁白细腻的肌肤 滴十六滴血只是前奏 想要激发出小身材刀鱼体内最大的鲜味 就要淋上猪油来停香 但一层猪油不够 还需要另一种神秘法宝来助阵 这个就是您说的猪网油是吗 对 对 这个看起来有点密集恐惧症 就猪的腹部的网油 腹部的网油 对 根据鱼的大小 我们把它稍微修剪一下 好 也特别像那个蕾丝那种感觉 对 这个怎么包完呢 我们就把它从肚子开始包住 包住以后把它折起来 放上就好看 好 那这条我来 好 盖上 刀鱼的话一定要靠猪油去提香 碗油的话是能够守住它的水分 然后让它的下面的猪油 和它的鳞汁更好地去融化在一起 顾大哥说 刀鱼的鱼鳞是宝贝 千万不能刮掉 否则皮下脂肪就会受到损伤 所以在古法烹饪里 猪网油就是保护鱼鳞的神器 清明时节的新鲜刀鱼是餐桌的巨星 珍贵而稀少 但为了记忆中的一抹刀鱼香 顾大哥每年都会奢侈地抱烟长江刀 他告诉我 在过去刀鱼是南通人习以为常的食材 吃不了就腌字 可以吃上一年 用来签生红烧都可以 在南通人的食仙字典里 鲜就是他们的味觉生命 再珍贵也要吃 甚至拼了命也要吃 于是另一种食材 出现在顾大哥的古法菜单中 那就是河豚 但是怎么做法呢 我看到咱们这儿有这个 居然有油条和散子 这个河豚鱼不是还有泡米饭 什么的这种吃法 这个是类似的吗 老的南通的传统的做法的话 因为那时候的话鱼是不稀奇的 鱼特别多 但是每个人的用油 每个人都有计划 所以老百姓为了节约用油 就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从市场上买一点 比较廉价的油条啊 那扇子啊 包括那个油菜花呀 都是为了 把他们里面的油给逼出来 然后更多的去节约我们的食用油 其实用这些是来增加这个油的量 然后减少外面计划的油的量 鱼多油少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的河豚是餐桌上的稀罕物 河豚毒素是自然界中已发现的毒性最大的神经毒素之一 不过顾大哥告诉我 现在通过对水温和饲料的科学养殖 河豚的毒性降到微乎极微 所以拼死吃河豚已经成为过去食 但在烹饪手法上 顾大哥还是保留着传统的方式 河豚肝是河豚鱼鲜美的核心 也是含毒量较高的部位 所以顾大哥首先要做的就是熬肝 相比只能达到100摄氏度的水温 油温可以达到200摄氏度左右 在过去 人们认为高油温是去除河豚毒性的克星 在熬肝的过程中 要时刻关注颜色变化 发白说明鱼肝太嫩 发黑说明太老 并且两者都会残留毒素 只有达到金黄色才是最终标准 同时还要将肝脏里面的水分挤压出来 要知道如果有一片鱼肝没炸透 那整锅鱼都是有毒的 看我们那个把鱼头始终按在油里 因为鱼头里面的毒素比较多 所以我们需要把鱼头的话 要重点照顾 就均匀的淋在鱼的时候 顾大哥反复按压鱼头 将热油淋在鱼身上 目的是让河豚的每一寸肌肤 都均匀受热 他说烹制河豚鱼一定要有耐心 加入啤酒去腥 高汤提味 老抽上色 盖上锅盖慢慢熬煮 静候时间带来的美味 味道栏目由封兰一号燃气灶电池 特约播出 现在这个香味跟刚刚又不一样了 瞬间整个屋子都充满了诱人的那种香味 是不是 这个油条就往里放了 这是放在面上吗 对 这样可以 放上了 好 油条和散子是古法烹制河豚的奇思妙像 加入太早 反倒会吸油 在合适的时候放入 才能起到出油的作用 鱼皮虽然带有小刺 但极高的胶原蛋白 让它成为美味营养的一部分 而且容易成熟 在出锅前两分钟入锅即可 油菜花在此时加入 在过去是为了贡献微薄的油脂 而现在能给口味厚重的红烧河豚加入一抹清爽 但是想要吃到它们的鲜 就要按照特定的步骤来 应该先吃什么呢 鲜肝厚皮三吃肉 这鱼肝 一点点的焦香 又有一点韧性 而且你就觉得油油润润的感觉 对 它会比较嫩一点 然后外边又是有一点点脆脆焦焦的口感 来 满嘴的胶原蛋白 满嘴的胶原蛋白 真的是就有一种忽嘴的感觉 非常糯 对 很糯 软烂的口感 焦香柔韧的鱼肝 嫩滑软糯的鱼皮 入口即化的鱼肉 一条河豚呈现出了千变万化的口感层次 而刀鱼的吃法更加精细 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在入口前 先要来一招整鱼脱骨的绝活 在一加一翻之间 要将刀鱼的骨头整根脱下 真的好多刀 你看到没有 这样 抖了抖了就很明显了 它就自动分成两半了 对 对 对 然后把另外一半继续撇开 中间那个刀就已经滴溜不来了 中间那个刀把那个头得夹下来 这个所有的头 就要献给最珍贵的客人 谢谢 谢谢 刀鱼头我们要吃那个刀鱼的鼻子 我们就要去捉一捉 把它整个的头放在嘴里 吸一下 吸一下 它所有的最精华的东西都在鼻子里面 好 因为刀鱼本来就贵 刀鱼鼻子那么小 只有那么一小口 那一捉天下美味 至尊美味都在你这里 这说的我得赶紧来 把这一口吸一下 这个声音就对了 一条鱼的精华都在鼻子里吸到我嘴里了 做完满是精华的刀鱼鼻子 要想吃到鲜嫩的鱼肉 就还得去掉一个最危险的部位 那就是腹部尖利的三角刺 一般的北方人 吃刀鱼怕鱼刺 刀鱼鱼刺最多最厉害的 最容易加人的在哪里 在鱼的腹部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一块都加下来 那个是三角刺 对 在整鱼脱骨 剔除三角刺之后 我对这口鱼肉已经迫不及待 但顾大哥告诉我 是刀鱼一定要使用一种特殊的嘴部动作 那就是鸣 我们吃刀鱼用鸣 鸣的 对 我们要在刺里面找肉 不能在肉里面找刺 明白了 如果你在肉里面找刺的话 你就要用手在嘴里面扒落 对 如果说你在刺里面找肉的话 你就想 我这一嘴都是刺 能吃到多少肉 都是我的幸福 那你就肯定不会被刀 体会一下这两者的区别 在南通人的实先之道里 吃的仪式感也是一门学问 敏就是吃刀鱼的正确打开方式 一条只有二两半的刀鱼 却能在我的口腔里布满丰富的油脂 几千个味蕾同时在接受着无比鲜美的信息 从选材到处理 再到烹饪 最后到吃法 能将身材鲜细的刀鱼 烹出人间至鲜的美味 这都要归功于顾大哥对每个细节的严苛要求 刀鱼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生活 我前半辈子的事业为刀鱼而生 心外的都围挤在他身上 对待食材像生命一样热爱 顾大哥的执着与吃迷留住了刀鱼的鲜美 用古法烹制技艺和极具仪式感的吃法 成就了南通人刻骨铭心的食仙之道 不过长江里的至尊鲜味刀鱼 只是短暂的停留 接下来会轮到哪种仙来指手三桌呢 随着时间的脚步 气温和水温都在逐渐升高 于是南通人将自己食仙的触角 渐渐地伸向了贪图 被誉为仙王的美味 迎来了最肥美的时节 陈小林掌握着烹饪贪图之仙的秘籍 不过想要尝尝这口仙 就要跟着陈大哥去参加一场海上disco 哪有硬的就感觉这下面有温格了是吧 没有 它马上就会散了的 对对对 这个又补起来了 那个一个 我们本地在属于是长江江海交货的地方 服务生物特别的丰富 所以我们这除了鲜还为了干 跟它食物链有直接的关系 明白了 吃得好 所以它长得也好 所以它的味道也更大好 对对对对 吃起来会不仅鲜美而且带甘甜是吧 对对对对 不过我这个得吃了才知道是不是 对了对对对 文革也叫花革 喜欢栖息在浅海的沙泥底 所以退潮之后 它们就会成为餐桌美味 文革肉的鲜美 要归功于它们体内的多种氨基酸 与琥珀酸的复合口味 以致在南通人的厨房里 文革可以代替味精 成为天然的提鲜调料 无论是炒菜还是做汤 随便丢进锅里几颗 就可以让整道菜的鲜美 提升一个档次 我本以为贪图仙王文革就是这个时节的佼佼者 可陈大哥却说当地还有一种仙肯定是我没吃过的 它这边是在 钩竹村的 这是钩竹村 对对对 你看 大哥 这个是我能看看吗 这么大个了 对对 这个钩子是专门用来钩这个村子的 对对对对对 这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有没有 这有一个野 水推了以后它都自己涂刹的 那个黄涂出来的 就凭这个能看出来的 就是首先得看地下有没有这个眼儿 对对对 有这个洞是吧 对 然后你有洞了再下去探 对对 就用这个钩子下去钩 对这个时候速度要快 为什么 速度慢了以后它就掉进去了 掉进去之后钩子就够不到了 俗称比我们常见的易称体型肥大很多 也被称为称子王 平时就喜欢躲在20到50厘米深的贪图里 所以想要抓到他们 必须用这种长长的特殊工具剥出来 在大哥的指点下 我迅速找到了他们的八字眼老巢 这一钩子下去 我看它还能往哪儿逃 沿着山边 转 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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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转90度 左转 90度 好 到了 我试试啊 不知道有没有 我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堵着呢 没过上来 没有 一滩泥 没过上来 已经跑了 已经跑了 他们说要快 要狠 要准 是吗 那再看 再找 赶紧的 这有个眼 试试啊 就这样伸进去是吧 手可以 要动一动 要这样站 往这边来 看一看方向 好 然后转四十五度 转一下 这样啊 转九十度 拉 没够着呀 你四十五度脚 我怎么想 我怎么感觉 一开始是 对 就沿着这个 对 沿着它的壳嘛 对 屡败屡站 屡站屡败 我不得不说 转秤绝对是我 做味道调查员以来 获取难度五颗星的食材 借助高速摄影 我带您看看 这道沟竹秤的数学几何题 是如何完成的 竹秤在淤泥里 乘四十五度脚生活 钩子要沿着洞穴的角度伸进去 一旦触碰到竹秤的贝壳 就立刻把钩子旋转九十度 钩住贝壳壁迅速拉出 这种精准的获取食材的方式 真是饱含了南通人吃鲜的聪明才智 钩竹秤我不擅长 但我还是吃过的呀 陈大哥说找的这种鲜 我肯定没吃过 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吧 你看这个竹秤 叫一个鼻子是不是 这个叫什么鼻子 秤鼻 秤的鼻子吗 对对对 那在我们钩的一瞬间 它遇到惊吓的时候 它会自端自己的进出水管 进出水管 你看这第三 来那子 你看 所以像这个也是可以吃的是吧 对对我们这一个特色 原来陈大哥说我肯定没吃过的美味 竟是这看似像猪鼻子一样的秤鼻 别说这么刁钻的部位 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冲子的进出水管大概有六节 它们会在自饱时像壁虎一样 断掉其中的一节来逃生 为了让我多尝两口秤鼻的滋味 大哥又从仙竹秤上剪下来几节 周来一般就是生枪 生枪 非常的独特在我们这边 以前我们本地人自己都舍不得吃 肚子把它咽起来 应该一年它都没事 放在家里等来坑了之后 然后才把它取出来 招待贵宾的好的礼物是吧 你仔细看 其实它这个 你看它这个鼻子 所谓鼻子 是一截一截的 对了对了 这个中间它是可以掰开的 对了 你可以一掐就可以了 这样看就很明显 这有两个眼 竹称长在淤泥里 这皱中免不了藏污纳垢 搁点盐 但陈大哥只用一勺盐 就能去除表面的脏物和粘液 而且通过盐的渗透压 还能将撑鼻中的水分逼出 保持脆爽的口感 清洗干净的撑鼻 呈现出玉石一样的光润质地 加入青豆点缀颜色 盐入味 胡椒粉去腥提鲜 高度白酒消毒 最后淋上几滴香油 陈大哥说 这种声呛撑鼻的吃法 最能品尝出俗称的原始之美 本节目指定用品 由连续二十年 全国销量领先的 恒顺香醋提供 听到声音了吗 是不是 听到声音就知道了 跟蹦蹦的声音 对 就是哐啦啦哐啦啦 好像吃海蛇的那感觉 对对对 跟蹦蹦蹦的 对 但是它又有一点 很有嚼劲的感觉 对 没想到这小小的撑鼻 竟然是如此嘎嘣脆的口感 这完全刷新了我 吃撑子的味觉体验 竹撑的美味 已经让我如痴如醉 但回过神来 我才发现 自己明明是来吃 贪图仙王文革的呀 这个是专门用来取肉的工具 对的 就在我们这里 家家都有 家家都有 那我们下刀的时候呢 是从源头下 源头这边开口比较大 容易下刀 这个缝隙要稍微的 对对 宽一点点 下去了 然后呢 再往下 一下刹到底 从那个尖头下刀 沿着那个壳下去 有一个壁壳基 把这个壁壳基斩端 贴着它 是这样 这样能完整 对对 挑起来 你看 这个外面的衣服就像人 穿了衣服也能 这个小工具 加上特别讲究的 每一部的细节 真的能反映出来 这是南通人在吃文革 对对对 是不是 一拼 一翘 一刮 一挑 看似简单的四个动作 却要求每一刀都精准到位 踢完之后 壳不连肉 而且文革里面流出的汁水 也要最大限度地收集 因为这就相当于一碗高汤 是提鲜的法宝 文革是南通人 最熟悉不过的家常食材 至于怎么做才最鲜 那就先要领教一下 陈大哥的烹饪神迹 铁板其实一般的话 如果是我 可能到饭店里点的会多一点 在自己家做的话 是不是就有点不太方便了 没问题 但你在家里选的时候 选那个薄一点的 这个放哪加热呢 在家里的普通的热道 没接到就可以了 较薄的铁板更适合家庭使用 可以直接放在炉灶上烧热 与此同时 大哥再教我给文革做锡纸包 洋葱 芹菜垫底 文革肉铺在上面 淋上油 用青红椒来点缀颜色 最后将锡纸包裹的密布透风 现在这个铁板都已经烧红了 对的 对的 然后就垫在那儿 然后直接就把这锡纸放上去了 对的 赶紧去 好 来 听到声音了 一般在90秒就可以了 90秒 对的 对的 锡纸包放在铁板上的一瞬间 里面就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然后逐渐鼓起 铁板的温度通过锡纸传递给食物 洁白的文革在桑拿中跳动着 逐渐变得饱满 像一颗颗饱含汁水的葡萄 看着膨胀的要炸开的纸包 我已经无法想象里面 是怎样一番人间仙境 好 可以了 时间到了 哇 这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你看里面还孤独着呢 真的是 这个铁板的温度是特别高的 所以呢 里面都在飞腾 对 哎呀 太好看了 你赶紧尝 一粒一粒的特别饱满 嚼一口下去还有汁水冒出来 爆浆的感觉 对对对 是不是 对的 就外面有汤水 里面有汁水 对对对 一口两下就觉得特别的嫩 这个鲜味啊 真的是其他任何调味料都无法比拟 对对对 这我们当地啊 形容文革的鲜啊 说把耳朵都心了 把耳朵都先掉了 脆爽的撑鼻 爆枝的文革 在陈大哥的精心烹制下 先到了耳朵都会掉的程度 虽然说法夸张 但随着时节变化 吃不同鲜货的概念 已经扎根于南通人的味觉体系中 不过 对他们来说 贪土里的小海鲜只是家常便饭 他们的石鲜触角要伸向更为广袤的海洋 我的调查任务越来越紧迫 因为要赶在禁余期之前 出海去寻找那些能压得住正式的大海鲜 这个是当地移民的一种风暑 他们出去的话 方便报一个是希望平平满载为了回来 那像咱们今天的话 得往外开多远呢 差不多十几海里吧 今天因为我们出去主要是收获 咱们不是说去捕鱼 咱们是去收其他捕鱼船上的鱼是吧 对 对 对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鱼更新鲜 质量更好 我身边的这位顾海健大哥 是当地吃鱼的行家 各式各样的海鱼到了他的手中 都能贡献出自己独特的鲜 在他的理念里 有出水24小时的黄金石鲜期 所以他吃鱼从来都是到近海去收 我非常幸运能跟他在屡次渔场乘风破浪 作为中国四大渔场之一 这里地处黄海 东海和长江的交汇处 不同水系的融合 让海水中的营养物质更加丰富 因此孕育出大量的优质海产 那么在进一期之前 南通人还会有怎样的口福呢 您好 大哥 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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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多买鱼 今天鱼还挺多的 像这个带鱼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 真的 世界上最好的 我头一次见这么大的带鱼 这个手一摸 肉特别厚实感觉 就平时吃带鱼完全不一样 附近这边一边过来的带鱼 我们这边几乎不吃 一摸一摸的带鱼 我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不管哪个都没有它 相当自豪的 大哥自豪的言语 让我感受到了南通人 在食仙方面有傲娇的优越感 他告诉我 一摸一摸海区是鲤四渔场的一部分 因为那里海水源度较高 所以海鲜体内水分就会相对高一些 吃到嘴里更加水嫩多汁 顾大哥告诉我 吃铝四带鱼一定要清蒸 而且要保护好表面的银色物质 这层银汁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脂肪 蒸熟后淋上滚烫的热油 来激发出饱满的鲜香 鱼船上第一个亮相的带鱼 已经让我感到惊艳 接下来还会有谁出场呢 像现在这个春鱼啊 这个我们学名叫中黄鱼 为什么说叫春鱼呢 现在这个鱼都带纸了 都有纸了 其实你看 就是透着阳光 你大概能看到一点那个颜色 是不是 特别漂亮 春鱼拥有软嫩的蒜拌肉 为了吃得更加过瘾 当地人就将鱼脊背上的骨肉剪掉 然后用虾肉填充 干脆来一道酿春鱼 最后再插入杏仁片 做成鱼鳞状 下锅油炸至金黄 细嫩的鱼肉包裹着脆弹的虾肉 鱼的鲜香与虾的鲜甜 在热油的作用下相互交融 斩获众多海货 我更加期待 他们在吃鱼行家顾大哥的手中 会有怎样经验的变身 这不刚一进厨房 我就见到了一个 从未磨面的家伙 本栏目由喜之郎集团 美好时光海苔特别播出 这些都是见过了 就是在海上 这条唯独没有看见 这条是我们这边叫板鱼 这种鱼就扁扁的那种 两个眼睛它是在同一方向 对 板鱼的学名叫做塔板鱼 古大哥告诉我 他们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龙绿鱼 这种鱼出肉率极高 而且没有扎嘴的毛刺 但是躺在眼前的这条鱼 身材扁平 完全看不出它哪来的这么多肉 不过顾大哥的一个操作 就让我看到了板鱼的真面目 咱们是在这个塞这儿 给它剪一个口 对 剪一个口 然后就把里边这个内脏 肠子什么 对 就这么点吗 对 这个鱼 真是 因为这条鱼很大 我不以为里面的内脏什么会很多 谁知道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鱼的特点就是 那个成材力特别高 把这个被切开 这一刀下去 你能感觉到那个肉的厚度 对 是不是 我这样看就特别明显了 对 其实它中间有一条 很结实这条主刺 对 主刺 它就从头到尾 就是这一根 是吧 对 从头一直到尾吧 对 这样看特别明显 我突然脑子里蹦出来一个词叫鱼蝎子 鱼蝎子 这就是那根羊蝎子一样一样的 对 顾大哥口中所说的成材力极高 在我看来 板鱼简直就是鱼中的人才啊 但大口之鱼显得有些寡淡 顾大哥请出了八宝来搭配 红椒若饮若现的辣味 竹笋 莴笋 木耳 胡萝卜的清新爽脆 香菇浓郁的郡香 再配以鲜甜弹牙的虾肉 和增加油脂温润口感的猪肥镖 五颜六色的食材 营养均衡的搭配 板鱼就像大口袋一样 将八宝收入囊中 经过高温争执 食材之间溢出的汁水相互融合 渗入厚实的鱼肉 让滋味变得丰富多样 而此时 又一个长相奇怪的家伙 跳上了我们的案板 它是这样 你看 这边一共有那个像 那个秤 古代的秤一样 就那种秤上面的小点儿 一点点有那个一颗颗小星星 叫秤星卖鱼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电故 相亲的时候 要是看到有合适的 完了 他们就会把那个这道菜上去 那个上上去就表示 那个秤心如意的意思 其实它这个内脏也很少 对 全部是比较高的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一刀下去 就觉得跟一般的那个肉不一样 它是那种胶质比较多 感觉是不是 就是那种很有弹性的 肉咚咚的那种感觉 切上去肥肥的 对 肥肥肥的 很有手感 感觉肉在跳动一样 对 对 对 海蛮是个不折不扣的肉食动物 螃蟹 章鱼都是它的盘中餐 吃得好 营养自然也更为丰富 蛮鱼体内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被誉为可以吃的护肥品 烹制这种肥美的食材 大哥选择红烧 而且还要跟五花肉一起烧 增加更浓郁的油脂感 不过他说的一起烧 其实根本不是在一口锅里烧 一定要把这个肉煸出那个油 然后煸到基本上有一种焦房 对 对 对 我们再稍微放点辣椒好不好 来 放点辣椒 然后就可以转到这一锅 来做这个鰻鱼了是吧 比如烹制海蛮加入的是啤酒 而不是水 鱼肉中产生的腥味物质 跟啤酒中的乳醇发生反应后 就能在加热的过程中挥发掉 然后两口锅合二为一 转散的相逢 让蛮鱼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与五花肉中的饱和脂肪酸 形成完美的肌味互补 这么多鱼摆在眼前 想要真正品出它们的滋味 和独特的肉质口感 就要讲究吃的先后顺序 本栏目由喜之郎集团 美好时光海排特约播出 我建议最先开始吃清真的 好 所以先从带鱼开始 对 对 你一口下去觉得特别过瘾 而且它有胶质在里头 所以它是像您说的油油的 对 然后这种呢 就是跟五花肉在一起的了 对 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是闭着眼睛 你一口咬下去 你可能会觉得 我咬的是一块 可能是肥肥的肉 对 那种口感特别的油润 然后呢又觉得 很有胶质的口感 对对 板鱼的肉的话 你要吃这块 这块比较好 这个肉比较紧啊 就是肉质会觉得比其他鱼要紧一些 对 它的鱼肉就特点就是比较紧 对对对 当这么多鱼摆在面前一一品尝时 才能细细品味出每种鱼的口感和滋味 这样丰盛的鱼宴 顾大哥说 只是南通人每日相守的家常菜 丰富的水产资源 培养了他们吃鲜的挑剔味蕾 只有找到因鲜质疑的烹饪之道 才能将鲜吃出不同的滋味和理解 我的味道调查 进入紧张的高潮 随着静余期的到来 时节也进入夏季 我倒要看看 南通人还会把吃鲜的目光 转移到哪里 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 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 味道 我现在是在江苏省南通市 您看我这一身装备 应该猜到了 接下来我要去执行一项 非常特别的任务 就是寻找一种当地的食材 这种食材也是他们端午节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食材 到底是什么呢 您看接我的车来了 杨师傅你好 这我坐哪啊 坐后面吗 坐后面坐后面 那个挺上是吗 好嘞 这是我做过的最特别的交通工具了 来上车 上挺 在南通进行的味道调查中 我在贪图采购文革 进入大海收过鱼 可这种拖拉机拉快艇的方式 到底是去找什么呀 要不知道 你还以为躲在哪一段 还没有修好的路上 其实我们现在呢 是在海上 我做的这叫海上拖拉机 因为现在呢 已经溃潮了 所以呢 现在你看到的 其实是这个泥底 就是一片贪图 大哥啊 他们要去哪儿 到底要找什么呀 去采紫菜 紫菜呀 养着区 好好好 咱还得往前开点是吧 对对对 好 原来我们一路跋涉 要寻找的就是紫菜 杨大哥告诉我 只有落潮之后 才能进行紫菜采集 所以我们要用水路交替的方式 前往种植基地 紫菜也叫海苔 那可是家常必备的做汤食材 别看不起眼 它却因为含量极高的蛋白质 点 磷 钙 而被称为神仙菜 或者长寿菜 但紫菜是怎么长出来的 又是怎么采摘的 我还真是没见过 杨大哥 这个就是收集紫菜的过程是吧 对对对 咱们下面这个像船一样的 然后从这一道慢慢穿过去 然后紫菜是这样过来 然后从这个装置上一走 然后它就卷下去了 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紫菜就全在这里了 对对对 我懂了 其实它就相当于带进了人 把它从上面薅下来 对对对 对吧 突然就是人工薅出来的 以前是人工薅了是吧 对对对 没想到在海上 我竟然遇到了一种 和农田里大同小异的收割机 紫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海藻之一 杨姓明大哥说 南通隆东县的海域非常适合紫菜种植 这里地处长江入海口 是咸淡水交界的地方 大风浪能带来更丰富的营养元素 所以种出来的紫菜质地更柔软 口感更好 大哥 这个紫菜啊 你怎么看它品质的好坏呢 又喝一亮 我来耗一把 这个紫菜现在拿在手里的感觉 特别特别的柔软了 特别柔软 而且是发亮发黑的那种感觉 是吧 像这种就是挺好的是吧 对 从海上采摘的紫菜 要赶在涨潮前运送到岸上 而且要马不停蹄地 在24小时内加工成干制品 否则极高的蛋白质含量 会加速紫菜的腐烂 于是干紫菜手捧接力棒 成为静于期里 南通人夏季餐桌的主打鲜味 这种天然的干紫菜 除了入菜 还能做成及时的海苔零食 不过对南通人来说 紫菜还有另一种神秘的存在 杨大哥推荐我 到制作者那里找寻答案 毛毛 你好你好 这就是你家是吧 好 我喜欢你 你村民啊 一进家门 院子里就传来阵阵笑声 包粽子成为这个时节 江南人最有仪式感的 美食体验之一 薛孝颖是南通 一个糕点世家的第三代接班人 入下之后 除了粽子 当地人还有吃花糕的传统习俗 而紫菜就藏在其中 这又是怎样一种奇妙的搭配呢 说到这个糕点 我们南通本地有一个民谣 然后说是吃了花糕不补糕 所以我们就喜欢吃 各式各样的花糕 对 我觉得要吃点花糕 对 这个糕点呢 会用到紫菜是吗 对 紫菜做馅 是 做馅 然后是紫菜如意卷 怎么做法呢 这个就是咱们的那个 新鲜的那个紫菜是吧 就我今天还是去看了 它是怎么采着的 就很不容易 咱们用的是这种吗 是烘焙的这种 它的口感比它脆 要脆点 就是我们平常吃的 当零食吃的那种海苔 对 对 对 然后小朋友喜欢吃 把它包在里面的话 即时醒 就是不用再加工了 明白了 紫菜如意卷的制作 先从和面开始 一斤糯米粉加入三两糖 半斤水 少许油 然后顺时针方向不停搅拌 直到搅成护状 上镜 并且没有颗粒的时候 就要上笼蒸熟 糯米具有很强的粘性 想要做出来的花糕 软糯又不粘牙 就要使出看家本领 这还有点粘是不是 对 粘的话你就刷点油 就光滑又亮 然后又不粘手 是吧 就刷在这个面板上 对 然后刷点这 手上也来着 手上也来着 好 然后按一下 这样 让它这两个手叠在一起 对 然后再反复 这个二十次 二十次左右 十分钟左右 对 现在已经比一开始要上镜了 对 没有刚才那么软了吧 对 稍微有点筋道 对 结实的感觉了 这糯米糕团好不好吃 就在于揉的过程 要让它很上镜 看起来光滑 光滑 吃的时候还不粘牙 我知道 这是它虽然很软糯 但是不会觉得忽嘴 粘牙 对 是不是 想要让一坨面 做成如意卷的样貌 就要将面团整理成长方形 然后用擀面杖 擀到两毫米薄厚 其实现在 就是你别看 我这动得很轻松 但是因为它已经上镜了 所以呢 你就得使很大的劲 对 别看薛孝颖看上去 是柔弱温婉的江南女子 但做起花糕来 顿时就有了女汉子的气场 她跟我说 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她就搬个板凳站在旁边 开始跟家里人学做糕点 如今这一套动作 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 驾轻就熟 糯米团被赶成了糯米片 接下来 紫菜如意卷 就要亮出真面目了 正好这个面吧 它是有粘性的 然后给粘在上面 你看这个真的是挺方便的 以前吃这种及时的海苔 就是打开一包 就直接吃 但现在 你给它做成这个如意卷也好 它的宽度都一样 你看一个一个麻 排个排 对啊 就很方便 而且口感很脆 即时海苔的酥脆鲜香 搭配糯米的柔韧香甜 口感的互补 在我看来 就是紫菜如意卷的亮点 但是笑颖告诉我 男通人不会吃得这么简单 所以又一个神秘身影 闯进了我的视野 这个是咱们也是放在里头吗 蛋黄 肉松 这一拉丝儿 这个肉松都出来了 货真价实的 对 这以前我们就单单只放蛋黄 然后近两年 我们是加点肉松 就是光蛋黄嘛 觉得有点干 现在就是配完了之后 我觉得它是湿湿的 而且呢 有那个肉松的香味在里头 笑颖告诉我 他们家的蛋黄肉松 选用的是海鸭蛋黄 没想到 当地盛产的海鸭 也会默默无闻地 在鲸鱼漆里 为男通人奉献鲜味 用糯米将海苔和蛋黄肉松 紧紧卷起 带着艳丽纹路 和美好寓意的紫菜如意卷 就成了花糕里的爆款 我们感觉到那个 肉松馅在里头拉丝的状态 因为四个字来概括吧 就是鲜 甜 软 糯 但是不沾牙 就像你说的 真的是口感和味道 都是层次特别丰富的 如不如意 太如意了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 如意卷 我携着紫菜和海鸭蛋的鲜美 爆款的花糕 满足了男通人 夏日里的口腹之欲 在笑影家 我有幸体会了 男通人入夏之后的家宴 即使是在大江大海 休养生息的时候 当地人也会花心思 将小海鲜烹饪出 独特的滋味 我想这就是男通人 以小见大的实仙之道吧 通过在春夏交替的时节 对男通的味道调查 我发现 临江靠海的优势 并没有让当地人 随意对待江海之仙 而是打起十二分精神 钻研创新各种极致的实仙之道 将刀鱼视为生命的固骏 以精准的滴血数量 和四十八小时的出水时间 对刀鱼进行着 近乎苛刻的古法烹饪 并用极具仪式感的 将刀鱼的鲜 吃出精彩的滋味 陈晓玲将撑笔 一片一片收集起来 这个完全让人 意想不到的部位 竟能吃出 竹称最鲜活的口感 从喜欢吃鱼 到吃鱼行家 顾海剑针对不同鱼的肉质 进行不同吃法 和口味的烹饰 薛孝颖的紫菜如玉卷 更是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让身处净鱼器的 对南通人鲜味不断 对仙滋滋不振的追求 成就了南通人的实仙之道 也诠释着 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恩与知足 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恩与知足